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金融与会对象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介绍本课程的第三十五讲 我们要介绍国际汇款以及主要的清算系统 那因为第三十四讲就出口结会还有部分没讲完 我们讲完之后再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华府市 就是银行审核出口药会单纪后的处理 当然银行在审核出口药会单纪之后 它有几种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因为情况的不同 当然处理方式也就不尽相同 像一种情况是单纪完全符合信用账规定的 那这就比较简单 就是既然亚会单纪都符合规定 所以我们银行就是会接受 出口商的亚会申请 那出口商就可以按照这个底下三种方式 来处理它出口的那个外汇 它处理方式之一就是全部立即接受 就是出口商它把这个亚会款项 全部就是卖给这个银行 那亚会银行就按照当日的极其买入的价格来折承新台币 当然要扣除一些像出口亚会的利息 因为那个银行接受亚会 它是先电款给那个出口商的 所以今天亚会那电款等到国外收到款之后 有一段时间通常在一个礼拜到十天之间 这段时间的那个利息 当然我们那个要由出口商 亚会申请人来负担的 所以亚会银行它扣掉这个亚会席 还有手续费跟邮电费这些费用之后 然后就把盛盈的款项就付给这个出口商 也就是亚会申请人 这个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部分立即接受的 另外一部分就等到货款收头之后 再存入它的那个外汇 那个存款账户里面去 这个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部分那个结汇 部分等到货款收头 当然部分结汇 那个那一部分 当然你那个照算利息的 这以收头之后进入那个外币存款付头 那一部分当然没有亚会息的问题 不过其他的那个像手续费 那个邮电费 这样当然要照付这样子 这扣除之后 把那个生意的款项就交给这个 这个受款人 也就是亚会申请人 这一种方式就全部呢 等到货款收头之后 才那个出口商 才把这个出口所得的外汇 来接受给银行 或者存入它的存款账户里面去 那这个是那个 就是第三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 当然那个没有亚会利息的问题 因为那个出口商 那个等到国外银行 国外收到款之后 再接受外汇的 也就是说不需要亚会申来电款 所以亚会申当然不会跟他收利息 不过手续费 还有那个邮电费 当然要照付这样 当然以上这三种方式呢 出口商可以配合自己的需要 这个安排呢 来那个做适当的选择 那这个是单据完全符合信用帐规定 至于单据有瑕疵的情况呢 那我们又照底下这些方式 这二的地方呢 就是单据没有完全符合信用帐规定 那依据这个瑕疵的情况 的不同来做不同的处置 第一呢就是 他开赚银行来修改信用帐 也既然这个是单据有瑕疵 要看瑕疵的情况 像那个信用帐购期 或者是那个疫期 那就可以请那个开赚申请 就进口商 是不是可以修改信用帐则 所以第二呢 就是可以发挥更正的 譬如说您这个压会单据 里面那个善打错误 像提单的收益人打错 或者货架计算错误 或者是单件没有签字 那这个就补签一下 那这个更正之后就可以了 那就这个也就说 就变成没有瑕疵的单据 那这个就可以照刚才的第一种 那个没有瑕疵的 那个情况的那个接受方式 第三呢 他可以打电报给对方 来要求证实或改为脱缩的 当然压会人发现 这些单据有瑕疵 他可以那个 征求那个压会申请人的 那个同意 就是打电报 来向那个开赚银行去 那个询论 看有这些情况 那个可不可以接受 比如像信用状过期 或者是装传过期 或者是发表金的 跟信用状所记载的不符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可以 那个压会人打电报 给开赚银行 开赚银行同意 那个这些那个情况 可以那个接受的话 那当然那个压会人行 他就可以来接受 这个压会申请人的结会 或者是改成脱缩 也就是压会银行 他不需要付款给这个出口商 就是改用脱缩的方式 由压会银行 就是由银行把这些单据 送到开赚银行去求偿 那开赚银行假认付款 那压会银行收到款项 在付款给这个出口商 所以这个是第三种方式 第四呢 他可以由客户来季节 出记保证书 那有时候那个单据有瑕疵 那压会银行可以 通常可以考虑 那个经过那个 假订出口商有要求 是不是由他出记一种叫做 那个结会 就是切结书 由这个压会申请人 也就是出口商 在切结书里面 向压会银行就是保证 承诺 就是请那个压会银行 他对这些有瑕疵的单据 那个接受他压会 先付款的意思 那这些单据 这个有瑕疵的单据 送到国外去 那个开赚银行去求偿 假订开赚银行 他那个答应的话 就是同意的话 那当然就没有问题 那假订那个开赚银行 不接受这种小瑕疵的单据 开赚银行当然会 那个电报通知 就是压会银行说 那个不能不同意接受这样 那假订那个开赚银行 同意接受 当然压会银行就没有问题 他就可以接受出口商的要求 来那个来接受他的那个压会 来先付款给这个出口商这样 就是说接受那个出口商的 那个压会的申请这样子 这个就是由客户季节 初季保证书的 但这保证书里面 这压会申请的这出口商 它里面当然也提到 这些你瑕疵的 假订那个 你因为我们去季节之后 那你先电还给 假订将来国外开赚银行 因为这些那个单季的瑕疵 季节付款的话 那那个这出口商 他会应这个压会银行的要求 把这个压会的款项退还掉 退还掉这样子 也就不会让压会银行遭受损失 那这个是由客户季节 初季保证书 是大致是这种情况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着我们来介绍 银行出口压会单据的发送 跟信用状的保管 当然银行接受 那个出口商的压会申请之后 他那个单据审查之后 那个单据就会送到 那个开状银行去求厂这样子 这个是那个 另外呢 那个压会之后 收款的清查 也就是说你压会银行 接受出口商压会之后 那个 他通常经过一段时间 那个就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国外这个开状银行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压会款 那个付款了这样子 因为开状银行付款的 那个 那个 时间呢 当然会影响到 这个压会银行的潜力 因为压会银行 跟那个出口商的潜力这样 因为那个压会银行 所以要去追踪一下 看我们寄出去的压会单据 开状银行是不是接受了 那接受之后 是不是已经付款了 他经常是要 那个 保持这个 这个联系 来了解这个进账的状况 一般来讲 大概一个礼拜到十天之间 通常就要付款 那个战缓了 假论没收到 就要去查明原理这样子 那另外呢 就是那个 以上呢 我们了解的 就是出口压会呢 大致的那个 进行的程序这样 不过刚才我们有提到 那个结尾证实书呢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画面上呢 就是有那个 出口结尾的证实书 它大致的样子是这样 像这个是保洁书呢 就是Lator Indemnity 就是Li简称Li呢 那这个就是出口商 申请人呢 出口商 那个向银行提出 这种保洁书 那这空白格式 银行有空白格式 那就造型就对了 但这里面大致提到 就是那个 我在亚费文件里面 这个 那个 跟原来信用传的要求 那个有什么出入 就是我那个有拿些瑕疵 那这个瑕疵呢 是请银行呢 您先接受我押会 那假设那个 那个亚费呢 到国外去 开支监团去求偿 假设开支监团 因为这些瑕疵啊 来季节付款 或者是 那个 那个亚费呢 遭受损失呢 那由我那个 那个亚费申请人 来那个 跟你承诺 到时候我一定 接到你通知呢 我就要把这个亚费款项 连同 那个受到损失呢 以及 偿还给这个亚费银行 那这个是切结书 那也就是说 那个亚费银行觉得 这个 出口商 信用状况还不错 他有 那个 有能力去处理这种 有瑕疵的 单据的这种出口 那这个 当然亚费银行 也乐于 接受这个 出口商的要求 由他出去 切结书 相当这个 出口商能够先亚费 来取得这个货款 那以上是出口 亚费的大致情况 接着 我们出口结会 还有其他一些方式 像出口脱收 跟其他一些结会方式 我们首先介绍 出口脱收呢 什么是出口脱收呢 就是凡事呢 不是依据信用状 装印货品出口的 那出口商 他可以开发汇票 连同全套的商业单据 那个 来那个单据 也就是说 一般所谓的后印单据 那这个商业 那个单据呢 就是里面包括花票 还有一些运送单据 像提单 物钱书证和其他一些 类似单据这样 那这个委托出口地的银行 办理出口脱收 那银行 他会把这个有关的单据 就寄到那个 进口地的那个同业 就银行同业 那个通常就是 他的通费银行 来那个指示他呢 照指定的这个方式呢 来办理交后收款的手续 这个就是那个出口脱收 那就进口地的银行来讲 就是所谓进口脱收了 那用脱收方式呢 来那个交单 它只要有两种方式 所以我们底下 我们来看出口脱收的种类 一个是所谓付款交单 另外一个就是成对交单 我们首先来看 所谓付款交单 它英文就叫做 Document Against Payment 简称的就叫做那个DP 那DP呢 另外一种呢 就是叫DA 就是成对交单 Document Against Acceptance 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付款交单 那付款交单呢 它的意思呢 就是你那个 要这个出口商准备好 跟单汇票之后 当然委托银行 向进口地 透过进口地的通贵银行 来向进口商收款 因为是付款交单 所以进口商 在接到 那个 他们当地银行的 就是通知 去那个付款之后 到银行付款之后 那这个单据呢 才可以交给进口商 也就是进口商 取得这个单据之后 他才可以去报官提后这样子 但这种付款 那个交单 对那个出口商来讲 风险比较少 因为这个付款呢 也就是进口商 他要付款之后 那个银行才可以 把单据交给他 假定他不付款 单据就不会交给他 另外一种 那个不过这个 对进口商来讲 他就没有办法取得 资金通通的方便 因为他要付款 然后才能够取得单据账 那至于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成对交单 成对交单呢 那顾民事业这种 那个汇票呢 跟单这个汇票呢 它一定是延期的 延期才就有成对的 这种过程 那也就是说 那个进口地的售托银行 在售到那个 出口地银行的委托之后 他就是 假定是成对交单的 那这个进口地的银行 他就会通知进口商 那个到银行来成对一下 就跟单汇票来 把这个汇票成对一下 成对之后 那这个单据就可以 银行就可以把单据 交给这个进口商 那进口商就可以去报官提侯了 那进口商就等到这个 汇票到期 就可以到银行去付款 付款这样子 那银行收到这个票款之后 当然他会通知 那个出口地的这个委托银行 说这个票款已经收到了 那这个出口地的这个委托银行 再把这个款项 付给这个出口商 那这个就是成对交单 所以成对交单 对那个出口商来讲 风险要比那个DP要大一些 因为进口商它成对了 单据就交出去了 那这个货款 也就是票款 要等到票据到期 它才能够收到 假定到时候 这个成对人 也就是进口商 到时候不去那个付款的话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这个对那个出口商来讲 那个DA比DP风险大一点 不过对进口商来讲 那个DA 要比那个DP要方便一些 因为那个进口商 只要成对 票子成对了 它就可以拿到这个婚姻单据 就可以去报官提后 所以那个那这个货款 等到这个汇票到期 才需要那个付清账 所以这个进口商 就得到至今浓通的便利 那以上就是那个出口偷售 它的总类 大致分成这两种 至于偷售的申请 当然那个出口商 你要用偷售方式来那个出口 那你到银行去 就是那个你准备好单据 向银行提出这种偷售的申请 所以它有一个出口偷售的申请书 那那连同汇票 那个跟那个检户 那个前套的后应单据 那就可以那个 那个向银行提出去 这个申请 那申请书内容 大致是包括像申请日期 汇票号码 金额汇票日期 还有那个首付的各项单据 这单据当然是 你出口商跟进口商 那个双方签订的这个 那个出口企业书里面 那个所规定的这些单据 那这以那个交单方式 这个就在出口偷售的申请书里面 都要列清楚这样子 另外呢 这样银行对出口偷售单据 它会加以审还要更处理 你出口商把这单据交到银行去之后 请银行地理到国外收款 它也是要检查一下 你准备的这些单据 那单据当然那个它会 它一般像前面我们提到出口压费 它是根据信用状来审查 那因为都说没有信用状 所以那个银行呢 通常会看你这个准备的单据 那个前后是不是一致 假定其中某一单单据 单据那个跟其他单据不符的话 同意是项目不符 就表示其中一定有 这个单据一定有错误这样 所以这个银行它经过 这个了解审查之后 这单据假定那个旗被完整 它就把这单据送到国外的通货银行 请它代收款这样子 当然我们另外 当然那个假定你要向银行融资 也可以 不过银行融资大前提就是 你出口商要向输出的银行 去投保输出保险 取得输出保险单之后 那就可以请银行先电还给你 然后这个银行到国外去收款 收到款之后 再把这个银行电的款项还掉 以上就是那个脱收的方式 大致是这样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那个脱收 但出口结尾还有其他一些方式 像寄售啦像consignment 寄售啦或者是分期货款啦 或者是那个设账就是open account 反正这个不管哪一种方式 你这货款的那个取得这个货款呢 你就是通常会跟银行一些往来 想把这货款那个结售给银行 或者是把这些货款啦 在银行之后那个外币存款存下来都可以 那以上我们介绍的就是出口结汇 那大致情况是这个样子 那接着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主题 主题呢就是国际货款跟主要的那个清算的系统 我们首先呢就是来了解一下那个国际的货款 国际间呢当然那个不管这个国际货运 或其他的一些往来 这个款项会经常有款项的那个货进或货出 那我们知道那个假定款项从本国货到国外去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货出货款 那相对的国外的款项会到国内来 那这个就是货入货款 那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介绍的就是货出货款 货出货款的意义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反正是外货银行呢 就是受货款人的要求 以信件或者是电报或者是货票 来通知他国外的分行分支机构 或者是通货银行 把这款项结付给这个 结付给这个特定的受款人的一种货对业务 就是货出货款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有注意到的 就是那个透过银行来把这款项货出去 那这个就是一种货出货款 那货出货款的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货出货款的方式可以按照他使用的 那个还委托的那个工具的不同 可以那个分成三种 主要就分成三种 一个就是票货 那票货呢英文就叫做demand dropped 就简称呢就是滴滴 那票货是货款呢 货款人呢他向银行去申请 所以要用请银行替他开出那个货票 也就向银行买这种货票 但这个货票是银行同意货款之后 当然那个他一定的手续 那也就是说银行呢 就是等于货票货之后呢 那这个银行呢他就开出货票 那这个货票当然发票是银行 那货款人当然就是国外指定 国外的这个货款银行这样子 那这个货票那个银行开好之后呢 就交给这个货款人 货款人再把这个货票 那个邮寄和送交给这个国外的售款人 那售款人呢凭这货票呢 到货款银行去对款这样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票货这样 那票货呢他的那个签发这个手续 或者他申请的过程大致是这样 我们来了解一下 那个首先呢 他要那个填寄货出货款的申请书 那货出货款申请书呢 当然银行他也有那个 也有那个背头这种空白格式呢 你要向哪一家银行去 做这种货出货款的申请 你就向他索取 这个货出货款申请书 那申请书呢 里面当然就填那个照这个表格呢 填好那个他要求的这些那个项目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货出货款申请书呢 它大致的内容 那么先从这个中间这一部分看起 这边是那个售款银行 它的名称跟地址 那这边是那个售款人 就是张三啊 李氏啊 这售款人的名称跟地址 甚至电话 那底下这个是申请人的签章 那左边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个是货款方式 货款方式有票费信费电费呢 那我们刚才要介绍的是票费 所以你在票费 这个地方就打一个勾 讲信费就在信费那边打勾 那这个是货款的方式 以下来填那个货款的用途 看你是进口东西要用的 或者是那个 那个像用金的货款等等 或者是像你个人的话 是像接近亲戚朋友之类的 那这个是货款的那个用途这样 那货款人呢 它的那个资料 就是货款人呢 它的那个同一编号 那个出生年约的 人在这边要那个填好这样子 好 那最右边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你货款的金额 货款金额多少 那这个金额当然像 你要美金那是美金多少 然后货率多少 然后换成新台币多少这样 另外呢 当然银行做货款 它要有手续货的收入 在银行它有定那个收货的标准 另外呢 就是有邮电货啦 像这个要打电 要邮寄的 所以有邮货 那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照标准来 银行通常它有定一个标准 照这标准来寄收的 那总共那个要 说多少新台币 它这边都会打出来 这一张就是 货出货款的那个申请书 那那个货款人呢 他填头这个货出货款申请书呢 另外还要填具 所谓的外汇收支 或教育的那个申报书 那这个 因为这个是货出货款呢 所以它这种申报书呢 有一种是结购外汇的 是专用的 有一种是结售外汇专用的 但我们现在要用的就是 结购外汇的专用的申请书 因为你要管下货出去 你是向银行是买外汇 所以是结购外汇 这申报书呢 那里面要按照申报书的 这个格式呢 内容的要求呢 那按照那个 来填记呢 向申报人的名称 和同一编号 另外呢 像结构的性质 还有金额 同时要在那个 这个申报室上面 那个签帐这样 那这个外汇收支 或交易申报书呢 我们知道中央银行 它有那个颁布 外汇收支 或那个交易的 那个申报的办法 它有规定啊 像国人啊 就是你那个 要那个 这个外汇收支 或交易啊 在新台币 50万元以上 等值外币啊 那就是要照这个 办法的规定啊 就是你要 要申报 所以是要照这个 要填这个申报书 来那个申报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汇款 也是一样 因为汇款呢 你用票汇 不管用票汇 信汇 电汇啊 那也就是要提出 这种那个申报书 另外的就是 缴款跟缴手续汇 那这个 缴头之后呢 那银行就可以按照 这个汇款人的要求 签发这个汇票 签发汇票 那这个汇票 那个里面有 当然这个花票人 就是最佳银行 那付款银行是那个 那个花票人 就花票银行 他会那个 征求那个 汇款人的同意 他以国外 哪一家 他的通汇银行 就是这个 汇款银行的通汇银行 作为那个 付款银行 这样子 那汇票签头之后 他就会交给这个 汇款人 由汇款人 自行来处理 也就是汇款人 你就可以把这张汇票 像那个邮寄 或者送交 给那个国外的 这个受款人这样子 那受款人 拿到这张票子呢 他就可以到 那个 付款银行去提对这样 那那个 那以上这个是 我们那个票会的 那个大致的 那个情况 那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立即上网报名